好的各位观众了 MD的早上话中午好玩 以上好我是国际解说 国老师MOV打竹内 这个赛季MOV准备了两首角色 一首春丽还有一首啃 没想到吧 我觉得他SFL组对赛的时候 应该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见识一下 他圣龙比英泰还要嗨的啃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他的纳石 纳石也是像个复读机一样 反正就不太正常了 这个人从里到外都透出一股不正常的气息 只是在玩春丽的时候看起来会正常一些 其实他那个玩游戏的方法跟英太巨像 等有机会的时候 我一定拿他的视频给你们表演一波 好了 回到这个对局了 MOV打竹内 竹内今天没有上科迪选择的是拉希德 他可能觉得科迪打这个对局没有什么优势 确实没什么优势 本来就是在中轮局里按自己的中角的 但你在春丽面前你按得出来吗 肯定按不出 你按一下被戳一个鼻孔 对不对 你非常难受 那用拉希德打的话刚好 本来就是一个赌命角色 这个角色在中距离有100种方法可以接近对手 那这样很快就可以破坏掉春丽的一个中距离的控制 这就非常棒 来了 到现在就没有讲过道理 一波VT强行精神最后一下 那MOV终于摆脱了压制 但对手的CA也接踵而至 怎么办 对吧 再磨一点血量 一个CA强行磨你就死了 MOV决定最后赌一手 爆出自己的VT了 来个下种鸟戳中一下 一个百列 然后加上一个VT带一个CA 可以翻盘 但这个翻盘能不能来 对手的血也磨得差不多了 两边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啊 来直接刮旋风过去 小旋风 小陀螺 CA 对了MOV就是负与顽抗 在这里拼命的按 就不能让对手过来 哇他还走过去投 还往前走 你这个是 他是想要反迟道而行 对吧 正常人在这个点上 看到拉西德有能量 那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往后拉 想要避开 然后主内在起身的时候 突然往前一走 配合我一下 我投你一个 对吧 那MOV可能是这么想的 他必须要反迟道而行 高手的世界 就不能用一些常理的方法去判断 那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肯定是啊 这种情况下 能跑多远跑多远 对吧 千万不要碰到拉西德 碰到人就死了 你只要在 他那个近距离范围活动 他一个CA交出来 就钉着你刮过来 你就没了 好了 现在EX百列 MOV打了有点凶 下重量发波 继续往前压 对空 哎 这一下 他不能对 现在春莉的一个对空范围被锁的很死 他只有正头顶的这个位置 可以用一个重角点一下 否则其他位置就不能对空 这角色也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 头顶是相对比较脆弱的 但是好在这个角色移动速度快 你未必能每次都能找得到那个跳入的点 对吧 春莉在中距离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他可以决定我们两个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距离 哎 这里前前被抓了 这里啪一个C康人没了 主内点了两下以后考虑了一下 想要赌一把大的 如果说上脸投一下 投中以后再用重角把自己的VT爆了 是有翻盘点 但这个布局已经不完了 死在了自己的第一步上面 跑过去投那一下已经没了 这一角放倒 追过去下段抓住 这里压力有点大了 零点过半 再一个投 好了 卡起来 在这个位置 EX全锋直掉 好的 MOV果断 转一个 而且刚才那个转的很有意思 一般春莉转完以后会离自己很远 他转完以后对手还在自己的脸上 能继续压 有点微妙 这里来了 看到吧 正常的距离下 应该是转的这么远的 MOV彻底想明白 这个队局想要逃生 想要从厕所出去 除了凹 没有什么值得依靠的 其余的方法都是假的 拉使得这个角色 他在那边给你搞旋风 你怎么办 对吧 现在MOV也有VT了 哎呀 这里被对手掀开了 会死吗 来 这里跳压一下 没有打中 这MOV又麻烦大了呀 他没办法报VT了 对手直接报 这个CA你交VR都没有用 我靠 这么离谱的吗 拉使得的这个VT爆了以后的 这个飞机来到身后 直接取消一个CA 竟然是 交VR都没有用的 这个就太狠了 我还活在那个旋风刮过来 强行交CA 在对手没有V槽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击杀的那个阶段 主内已经向我演示了 如何通过自己有V槽的情况下 直接打出一个对手 交V反都没有用的CA模式 MOV头挺大的 这个对局 他被摸到一下 要是被放倒 就开场说来就来 放倒以后后手的一个出版篇就非常的困难 这里绕了一下 一手百合者 我取一波倒地 看一下没有投中 这个对手是选择了一个后起身 MOV卡的时间想去投对手 没投到 这样就很伤 直接被抢了 然后中拳打到康 再一个升龙落地 等一下 哎中角中了 MOV起身干了什么 起身反正应该也是堵一波了 想要搞一些什么别的东西 他就是想堵了嘛 起身不拉防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跳对吧 要么就是转圈没转出来 他要没转出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康 所以他应该就是跳了 好了 已经到赛点了 竹内这边要以光速拿下MOV了 MOV现在想不到什么很好的办法 如果紧靠自己的一个电风扇 这个输出是不够的 然后打死别人 转五个都转不死 来了 转第一个 直接再来一手百合者 先换兵 但是问题来了 MOV今天的一个破防率非常的低 他打竹内的时候 就破不了防 他在进攻方面 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比较大胆的举动 打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保守的东西 都没有打得很狠 想要在中距离占便宜的话也占不到 对手这边明显比你更能占便宜 一个EX旋风过来人直接没了 中距离组织不起来 那是得比较赖 不太讲道理 到了版边EX旋风往前一滚 闭着眼睛就开始摁你 你怎么办 所谓的立回强角色 在中距离跟对手左右横一 用中拳中拳各种白嫖 但一旦遇上了拉希德 这一切都得删除 没有了 而在近身方面又不是特别强势的春丽 如果不打一些很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话 破防率会明显低于拉希德 那这样在一个对等的交换之中 肯定春丽会占下风 对不对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点个赞再走哦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